您看我们这个暴雪灯快亮了 就说明了有一辆救护车 载着一个中风的病人 从事发地点到人民院港 这边是患者的一般的信息 一般的信息 这个是生命体征 有血压吸力 脉搏呼吸 血氧饱和度 这个屏幕上会有显示 患者在某个地方 救护车是在前门西大街 这边是一个受伤的机制 还有一些窗上的相关的一些评分 一块电子屏连接了医院和救护车之间的距离 近日 北京市开始布局建设 院前院内急救医疗信息衔接平台 通过信息技术连接院前院内急救 这一平台 目前正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进行试点应用 据该院副院长王天斌介绍 这一举措将大大提升急救效率 以前这个病人到了医院以后 其实是到了医院以后 才开始请各个学科会诊 那么如果说我们完成了整个的 这套系统的布局和应用的时候呢 这个病人到急诊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有一套的人马 在急诊等待这个病人 同时如果我们有了他患者的这个信息 在患者的这种病情 如果提前到了医院以后 其实可能有一部分的准备的工作 准备的时间也会得到节省 比如说我们可能这个时候 要推一个呼吸剂来 我们可能要有一个吸弹器来 那么这个可能我们都会提前 把这个东西准备好 王天斌表示 对于一些危重患者 急救工作晚一分钟都会有生命危险 布局该系统后 患者受伤或发病后 40分钟内便可得到救治 能够把整个开始上操作的这个时间 能够压缩在40分钟以内 因为我们可以估算 他整个的院前的急救反应时间 是12分钟 那么这个病人到的医院的时间 就在半小时之内 所以其实到了医院就可以抢救 此外 王天斌告诉记者 信息的传递是双向的 医院的信息 也会同步传递给救护车 让救护车可以将患者 送往有足够救治能力的医院 避免二次转诊 院前的这个团队呢 他也就知道现在哪一家医院 能够去从资源上 从人员上的配置上呢 能够接收这样的病人 那么这样就能从根本上解决了 二次转诊的问题 因为以前啊 有的时候拉到人民院以后 人民院现在床位是满的 人都是忙的 所以这个病人接不下来 所以可能还得要去转到其他的地方去 此前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已经在创伤救治的大数据采集 院前院内急救的信息交换方面 进行了多年的研究与耕耘 他们的经验表明 信息技术与急救相结合 能够大大降低危重创伤患者的病死率 通过这个信息平台和通过这个项目的实施 我们已经从全国的30%多的危重创伤的病死率 降到20%左右 这样的话 能够挽救了一大批病人的性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